hello欢迎学习爬上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高到上的一个技术 叫做图形印证码识别技术 那么图形印证码识别技术这个技术的话 是我们在写爬上的时候一个非常刚需的技术 你想想有的时候我们在爬取某个数据的时候 他突然给我们跳出一跳出一个这样的印证码 你只有输入完这个印证码以后你才能够访问到那个页面 那么是不是就比较大了 对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识别让代码 机器能够识别出印证码 那么是不是就比较爽了 我们就不需要去关心这些东西 对不对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就教大家怎么去来做 把图形印证码把它给识别 这里话 我们要讲你一种能将图片翻译成文本的一个技术 就是我图片 我这个机器 我这个技术能够识别出图片当中的文字 那么是不是就相对是识别出的二维码 不是二维码 识别出的印证码 对 这样图片 这样图片翻译成文字 一般是一般被称为 这个不是称为 一个叫做称为光学文字识别 光学文字识别 结议写为OCR 结议为OCR 实际OCR的酷不是很多 就是我们要去写一个这样的技术的话 我们不可能从底层开始写 对吧 肯定需要用的一些这样的比较牛逼的一些这样的框架 那么实现这个OCR的这个酷不是很多 特别是开源的就更不多了 为什么呢 你想一下 这一块你要实现这个验证码识别技术 它的那个技术壁垒是不是比较大 哪些什么叫做技术壁垒呢 技术壁垒代表的是 就像是一个山坡 一般人过不去 你只有掌握好这个技术以后 你才能够过去 那么这个技术的话 有需要什么呢 需要大量的数据 对吧 比如说你要去识别哪种文字 那么这种文字的话需要大量的数据来给他进行这种训练 那个大量的数据训练 还是一些这样的算法 对吧 一些这样的算法 还有什么的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一些相关的知识点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 就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得了的 对吧 你就只有 像可能需要读研究生模式以上 然后的话 潜心研究多久 你才能够研究得出来 对吧 也不是一个人 有些时候也 也不是一个人能够研究得出来的 一般都是一个团队 公司里面有大量的资金让你去研究才能够研究得出来的 说的话 这一块的话存在一定的基础比的 并且不是一般 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并且如果他是能够做好的话 他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对吧 你想一下 我这个团队 我花了整整几年的时间 对吧 然后的话 请了大量的博士研究生 然后的话 花了好多钱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我做好了 我为什么要开远的 对不对 说的话 做好了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因此开远的就比较少啊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介绍一个比较优秀的图像识别库啊 就叫他在阿克 他在阿克的这个这个库的话 他是现在目前还是谷歌在支持啊 谷歌在支持的一个这样的啊 OCR识别库啊 呃 在开远领域的话 算是一个比较牛逼的一个这样的 OCR识别库啊 比较牛逼的OCR识别库 那么我们就来学习下这个东西啊 学习这东西啊 他在阿克是一个OCR过啊 目前有谷歌赞助啊 TESAC是目前哈 是目前公认最优秀 最准确的OCR库的 当然哈 他只是相对于这个什么呢 啊 目前这个开远库来讲啊 如果他站在一个什么呢 那个商业的角度的话啊 这个TESAC的这个里面 还不是最最优秀最准确的哈 肯定还在公司里面 他们自己有一些正的啊 OCR识别库 只不过是没有公布出来也啊 TESAC的具有很高的识别度 对吧 也具有很高的灵魂系啊 他可以通过训练来识别出任何自己啊 只要你有大手上有大量的这些字体啊 那么的话你可以啊 你可以什么呢 你可以给这个TESAC让他进行训练 训练完了以后 比如说训练成绩上万次以后啊 他以后再碰到相关的文字以后 他就会自动的识别了啊 这个是类似于机器学习的一个这个技术 对吧 好 前面的话是那个安装哈 安装的话 这个地方分为三个系统的安装 第一个的话就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啊 windows操作系统的话也是比较简单啊 来到这个来到这个什么呢 来到这个链接 然后的话 它是一个ES1文件啊 你直接啊 是下载下载要双击移动下部安装就可以的啊 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好 Linux下面的话啊 就分分为多少种方式啊 第一最第一种方式最最传统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啊 就是你自己去下载这个原代码啊 然后自己去编译进行安装啊 好 那么如果你是在那个乌班图下面的话 还可以通过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安装啊 就通过这个abd install tessact 干OCR的方式来进行安装 好吧 好 那么还要是麦克操作系统哈 麦克操作系统的话 可以使用那个homebrew啊 homebrew来进行安装啊 bro install tessact 也可以进行安装 好吧 好 那么如果你用的操作系统是那个windows操作系统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需要什么呢 需要注意个东西 就是需要设置一个黄金面量 这个黄金面量的话是告诉这个tessact 他的那个呃 他的那个什么呢 训练的数据在里面 这个tessact 这个东西 他相对是只是一个框架 他只是一个外壳 如果你想让他去能够识别出具体的一些阵斗啊 图片数图片数据的话 那么你必须要去把那些什么呢 训练后的那些数据 把它给告诉他的这个在哪 在哪个位置啊 比如说你你要让他去识别英文 对吧 什么某种字体 那么的话这种字体训练出的那个结果你要你要告诉他啊 那么一般我们是在把这个东西啊叫做呃叫做tess tess data啊 prefix啊 然后的话等于这东西了吧 这个地方呢我们跟大家也试一下啊 然后是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属性 好高级系统设置 好这个地方我们再来找到环境变量啊 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你现在没有的话啊 就点一下新建啊 然后的话是这个什么 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个地方 把这个把你们那个tessact data的那个啊路径的那个数据啊 放到这个里面来啊 放到这个里面来啊 放到这里面了啊 那么现在我是已经弄好了啊 我是已经弄好了啊 呃叫做这里啊 这个地方啊 我是放在地盘的progress app tessact ocr test data啊 呃这个这个文件夹的啊 这个这个目录的话是只你只要安装完这个test ocr的话 就可以把它给他 他这个目录就会自动生成的啊 他就会自动的给你 重犯一个英文的一个这样的训练的数据 你直接要拿过来用就可以了啊 那么以后如果你想识别其他的数 其他的啊字符的话 比如说要是让他识别出这个中文 那么的话你就把那个中文的训练 好的那个数据放到这个test data里面啊 这边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呃这个 一个test这里面啊 这个地方一个叫做test data啊 这个里面这些数据的话就是啊 经过训练啊 ocr能够使啊test ocr testact ocr能够识别的一些这样的数据啊 就是以后啊 你自己比如说你训练了一些这样的数据 那么的话你也放到这个里面来啊 放到里面来这样的话啊 ocr就能够啊testl act ocr 他就能够啊 从这个里面去加载相应的那个啊数据 然后的话去识别出你指定的那些图片里面的那些文字 好吧 啊这个的话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哈 就是要设置下这个黄金面的啊 就是test data perfects来指向这个啊 什么呢test data这个目录啊 等于这个目录了吧 好 好 那么我们这些哈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关于这个安装和这个啊 验证码和这个黄金面量啊 安装和这个黄金面量啊 下一个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哈 就是要啊 这个test act 这个东西去识别我们图片里面的一些这样的文字 好吧 就识别里面图片里面的这些文字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些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